我们以这个语言来讲 做例子来说 语言过去老师给我讲有三种 第一种 那个语言很正确 定中见到的 他说定中见到的心结 那非常正确 那么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 是以素学 理论推断 像易经 那是用素学来推理 推到某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种 那是灵 不是你自己 外面的灵跟你有缘 借你的身体来宣布 这个三大类 三大类的事 是以自己定力的修士最夸套 但是定力 他所看到的 他所看到一年以后的事情 是今天一年以后 过了一年之后 是不是有的 就有变化了 他所看到是今天 是时间完全相同的 看到这个境界 真过了一年之后 又不一样了 要晓得 这个东西 就是人心的念头 人的心念头 天天都有加紧称出 三年多一点 五年多一点 天天不一样 所以外面境界 它是从念头转的 那么由此可知 预言只是一个概率 不是一个很仔细 不详细的 那个不是 你明白这个道理 可以做参考 不能是十分确定 那你就错了 不可能有十分确定 我们从还原观上讲 刹那变化 刹那刹那的 从来没相同 整个宇宙 都是从人心念头 出生无尽 这一句话讲得都好 变化无穷 人念头转好了 坏的就变好了 人念头变坏了 好的境界就变坏了 这就叫做风水 人流转了 风水怎么转发 随着人心转 人心好 这个地方 山火大地 金湖 什么灾难也没有 那预言的时候看到的 那是什么 那个时候看到的 这个事情 那今天的时候 人心不一样了 产生变化了 若不是地上菩萨 只能做参考 不能用它来做 决定 对质的方法 那就是 文若无闻 我听到这些话 就像没听到一样 不受它的干扰 不受它的影响 提高自己的警觉 警觉提升之后 我们的思想行为就变了 变什么呢 变得纯净 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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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不好的那个 这个境界 统统都把它变好了 这个预言对我们就有大利益了 大好处 不管它是真是假了 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怠言 提升自己的智慧 那有什么不好的 都是好死的